大家好,我叫花少北 就在最近,我刚刚成为一名爸爸 孩子他妈妈刚生下他没多久 就跟我吵了一架 然后留下了我一个人照顾的 今天是他离开的第一天 不过不要担心 儿子,就算没有他 我也能把你养育成人的 这就是我的儿子,花小北 可爱吧,跟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什么,你们要我抱起来看看 好吧,看看我儿子的大眼睛 跟我的眼睛一模一样 儿子,直视我的眼睛 直视我的眼睛,儿子 儿子好像在逃避什么 算了,不重要了,儿子一定是饿了 去给儿子拿个奶嘴 看看这奶嘴,还巧克力味的呢 儿子 这个爸爸昨天拿这个奶嘴 喝了高了高,你应该不介意吧 来儿子 张嘴 不给 张嘴,不给 爸爸逗你玩 你怎么往我脸上吐呀你 你怎么还瞪人呀 不喜欢巧克力味的 你就直说嘛 我给你洗还不行嘛 洗干净了 别瞪人了 咱爷俩要好好相处 第二天 儿子 今天你妈也没回来 还是由爸爸照顾你 好吧 不要担心你会茁壮成长的 小北的内裤正在冒烟 小北内裤着火了 哇,吓死我了 原来没有着火 只是内裤臭而已 咱们把这个内裤扔到那个垃圾桶里 他现在屁股应该还粘着爸爸呢 咱们把它拿起来啊 咱们带着他去洗一洗 这 怎么开不了水龙头呀 咱们先把它放水池子里吧 然后 开开水龙头 洗一洗 洗干净 你们看看 小北的表情多开心呀 小北来玩水 我觉得现在应该洗的差不多了 应该洗干净了 咱们把它放回床上吧 给小北拿一条新的内裤 穿上 看来是用凉水不行 儿子你先在这躺一下 爸爸用热水帮你消一下毒 来小北 洗澡澡 这个水温刚刚好 34度6 咱们家没有热水器 只能这么洗了 体谅一下小北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干净 怎么回事 为了以防万一稍微再涮个几秒 再涮个几秒就消毒了 差不多了 咱们现在把孩子放到婴儿床上 找一条干净的尿布 拿泥 刚才我打电话问了小北的奶奶 原来是要往屁股上喷这个干爽的东西 来 多喷两下 来 爸爸给你来一条新的内裤 现在的小孩太娇气了 真的是 都是你妈给你灌的 第三天 儿子 我一点都不想你妈 我没哭 你妈妈不在家 你就不能喝母乳了 只能爹爹给你冲奶粉了 奶粉在这儿 瓶子 咱们家这个瓶子怎么这么脏呀 这是喝奶的瓶吗 你妈之前拿它灌水泥的吧 不用怕小北 爹爹帮你洗干净 洗完这个瓶子之后 咱们用这个热水来给这个瓶子消一下毒 这个跟之前洗儿子那个温度绝对不一样 接满之后该往瓶子里兑奶粉了 先把咱们接满热水的瓶子放到桌子上 然后拿起奶粉 哎 别 我真的佛了 这又脏了 我家地有这么脏吗 要重新洗瓶子了 哇 好麻烦 先把瓶子 哎 别 咋 我了的 吼 非得逼得我用替身能力吗 把这个瓶子先放桌子上 然后咱们先洗一下这个奶嘴 哎 别 咱们两个啊 OK 都洗干净了 咱们拿起这个 这个 怎么看起来像洗衣粉啊 这应该不是把洗衣粉装奶粉盒子里了吧 哎 洗衣粉装的 哎 不是 奶粉装的差不多了 现在咱们把瓶子装上水 然后盖上这个盖子 小北 是不是饿坏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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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弟 哎 做父母的 看着孩子吃的这么香 感觉自己都饱了 哎 你怎么又扔爸爸 这调皮早蛋的劲 准是随你妈 喝完奶又要奶嘴 哎 这奶嘴昨天我不是刚洗完吗 怎么又这么脏呀 看来我们家不止地脏 连空气都脏 哎 我现在天天照顾孩子 根本没有时间做家务了 原来我老婆每天都这么辛苦 哎 我不应该跟她吵架的 一个月后 哎 小北 我估计你妈是不要咱爷俩了 自从我老婆走了之后 我再也不每天只玩游戏了 我找了一份正经的工作 让小北住进了更好的房子 但由于白天工作 晚上还要照顾小北 跟整理家务 我连吃饭都没时间了 我现在饿得前胸贴后背 但是还是先照顾小北吧 我深深的反思自己 我当初不应该说我老婆 天天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我没想到做家务 跟照顾孩子每天这么累 趁着孩子吃奶嘴的时候 我赶紧吃一点东西吧 我感觉我再不吃一些东西 我就要昏迷了 吃完东西去看一看小北 哎呀 他又要喝奶了 我好累啊 这个瓶子 瓶子怎么在地上呀 哎呦 我还得洗呀 哎 看看我这娇嫩的双手 这么久都粗糙了一些 但是还是很娇嫩 我妈跟我讲 我未来会用这双手 成就一番大事业 没想到我后来做了美甲 我老婆经常因为我的工作跟我吵架 那我工作就是美甲吗 那肯定要摸女孩的手的 对吧 因为这种事情跟我吵架 观众你们评评理 是不是她比较没道理 不过我最近把我自己的那个 花老师美甲店给关了 哎 再也听不到大家说 花老师你美甲了 往奶瓶里多添点奶粉 多添一点它可以更薄一点 对吧 不会那么快的就饿 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好奇 我的新工作了对吧 我的新工作是花老师卖肉店 我们店的特色是深微卖肉 这几天店里的效益特别好 有很多特别黑的人喜欢来买肉 但我们店里还有另一个特色 就是打码挂粉丝 普通的粉丝根本没人买 打完码之后立刻不一样了 被一位顾客一抢而光 哎 虽说最近店里效益不错 但是什么人都有呀 哎 咱们说话期间 小北就已经喝光了瓶子里的奶 喝完奶又要奶嘴了 找一下奶嘴在哪 在这 有了这么长时间 独自照顾小北的经验呢 像这种洗奶嘴 灌奶 换尿布这种事情 我已经信手拈来了 但是我自己的这个饭 还是要吃的好吧 以前我的命只是自己的命 但是我现在的命 还担负着照顾小北 所以是两条命 不知道上帝看在我这么辛苦的份上 会不会给我点个赞 点个收藏 投个硬币呢 我听说上帝是善良 帅气又美丽的 他肯定会这样做的 嗯 花少北 你要和小北一起加油呀 又过了几天 哇 小北你怎么又拉裤子了 你这一天天的怎么那么多屎啊 也不知道你随谁 哎 话说今天我也闹肚子了 哎呀 肚子好痛呀 哎 我家马桶在哪来着 刚搬过来没几天 我还有点不熟悉 啊 在这儿 哇 差一点憋死啊 哇 哇 好多 我拉了好多 哇 舒服了 终于解决完了 我可以去照顾小北了 小北啊 小北我回来了 哎 你刚才是要换尿布是吧 来 先用这个爽身粉 来 喷一下 然后从地上捡起来一条 干净的尿布 大爷还有啥吩咐 没有吩咐的话 我就先去拉屎了 各位 你们要知道 我平常真的不是这样的 今天是闹肚子 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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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一直在掉分 无所谓了 赶紧赶紧方便完去找儿子 儿子 爸爸回来了 要什么 要奶嘴 哎 我刚才上厕所 好像没洗手呀 算了 奶嘴跟手一起洗吧 儿子 味道怎么样 哎 儿子你这个嘴的威力好大呀 你是豌豆射手吗 难怪你妈不愿意给你喂奶 哎 又要洗瓶子 又要洗瓶子 每天就这么吸 吸 吸 好烦呀 刚洗完瓶子 哎呀 又要拉屎了 之前我一直掉分 我想了一下 应该是这个厕所 需要冲一下 nice 果然可以冲 儿子 我会冲厕所了 灌好奶 提好水 盖上盖子 儿子 来了 来了 快 儿子你先喝着 我要去厕所了 上次我冲了厕所 这次nice 没有扣分 舒服了 记得冲厕所 OK 儿子我来了 哇 你怎么又拉裤子里了 你到底谁了谁了 我扔 哇 儿子我把尿布扔桶里了 来 儿子喷一下 真想让你妈妈看看 我现在有多优秀 来 穿上尿布 还有别的要求吗 nice 老婆 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 我想跟你说 我现在积极努力地工作了 也会做家务了 还会自己冲马桶 最近家里漏水了 空调也坏了 地面都结冰了 我一个人照顾孩子 也有些吃力 我很想你 回来吧 不单是为了我 孩子一天天长大了 他需要你这个母亲